我是台中國家科劇院 主管藝術家張伯傑 這次我們的日夢有三個活動 其中第一個是日 回應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蒐集到的哪些故事 第一個活動是一個文物展 這次的空間是選到了 台中舊城區的劉白計劃 劉白計劃它是一個 民國七十年代的建築 然後你來這個空間 你會看到原本磨獅子的地板 還有新改造過的痕跡 在去年二三年收集到的 一些民眾填料的故事 暫時是8月2號到9月29號 再來到台中客劇院 督督廳夢的沈浸展 這個展覽會是在9月20到29 在這個夢的展覽裡面 我們是一個時光的旅人的感覺 你會去看到不同的記憶的碎片 有些是很真實的場景 那這些聲音跟裝置跟影像 都是來自於我們很熟悉的 共同的那個年代的經驗 再來是我們第三個活動 是日夢遊的遊 回到真實的老城區 它其實是一個舊城區的走讀 在這個走讀路上 你會跟著藝術家的導覽 會知道藝術家是如何在生活中 發現一些創作的線索 那一代的旅程會是一個時間的暫停鍵 生活的痕跡 或是人搬走之後的廢墟 最早我們會到清代 日治時期到民國初年 這個旅程之中呢 一路上都會有一個台灣創畫的影子在 你可以體會到說不同的城市的年代 不同的建築物 他們的模樣是什麼 他們想要去回想的記憶又是什麼 這條路線是一個 一般人都不會知道 或是瞭解的路線 整趟的走讀的旅程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 在生活中的劇場體驗 而你會是第一個 參與這個城市的觀眾 這三個活動 體驗以上的過程 造成一個新的靈光啟發的方法 就是屢賴的精神